汉维98年创业的时候 其实传感器还不为大家所知 还完全是个新鲜事物 我们创业的时候传感器是品种之一 但是除了传感器也做别的 像各种消费级的小电子产品 但是后来做做就觉得 这一个企业长远的发展 还是要选那种有长期发展前景的 那我们就觉得传感器 可能这个社会上没有 正因为没有可能它需要 我们觉得没有的东西 难的东西可能才是机会 所以我们就选了气体传感器这个方向 慢慢就把别的产品都停掉了 就是专门做气体传感检测 所以就从一个传感器开始 不断的研发创新 就把这个原来主流的 全球主流的像半导体 气体传感器 电化学 车化燃烧 红化光学就一个一个的突破 所以这个就沿着传感器 就不断的发展 那市场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响应 做了传感器以后就觉得呢 它是一个零不见 但是为了更好的解决 工业安全环保 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就往下游做了仪表 这样呢就用这个安全仪表 更好的来满足工业客户啊 燃气公司啊 各方面的这种需要 一直做到了我们这个2009年上市 我们的传感器啊 气体传感器跟安全仪表 都是位居国内前列的名列前茅的地位 但是上市以后呢 我们就觉得这个时代有新的机会了 所以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潮流也跟着客户的需求 我们就自然切入了物联网 所以汉卫就形成了 从核心技术传感器到仪表 到物联网 这样一个完整的技术路径 当然到现在看呀 这真的是顺应了社会数字化的这个大潮流 我本人就是工程技术出身啊 其实到现在还在研发的一线 因为有工程技术的经验 我对创新呢 是一种本能 所以汉卫这么多年 是不断的沿着新的产品技术在研发 我觉得到今天这个时代呀 企业的成长呢 在前面的很多 可能还是依靠机会 比方说你抓住这些机会 你可能企业就成长的这个比较快 但是到今天呢 我觉得越来越依靠核心技术了 并且呢 越来越依靠硬科技了 真正的在芯片 在这个材料 在生物医药等等这些硬科技方面的核心技术 这才是真正改变社会的底层的 这个技术水平 创造价值的地方 汉卫这么多年 这个一直是坚持 以科技创新力气 我们做的都是实在的硬科技 一步一步的升级 越来越接近国际水平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 我觉得这个企业长期的发展 必须要依靠核心技术的突破 要真正依靠科技的硬实力